店面监视器画面拍下店前的情况 狂风暴雨狂刷 餐厅前面地砖整个湿透 只见风越来越大 先是放食材的篮子被吹走 接着纸箱塑胶液也跟着被吹飞 但这样还没完 台风山驼儿的威力强大 就连重到不行的瓦斯桶 都抵挡不了呱起的暴风 从室内被吹到大街上 山驼儿从高雄小港登陆 匡旷处强阵风达到12级以上 这家在第50年的客家菜餐厅 其楼下的东西几乎都被吹不见 老板娘将在监视器所看见的景象 投上网苦笑称要去捡瓦斯了 而同样是一间客家餐厅 往路上有民众分享小港区鸿平路上 这间美农客家美食店因为不敌强风 上头水打漏水 水柱往下喷 铁皮墙直接被墙风掀起先翻 当场室内变成室外 二楼桌子椅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餐厅看板也直接掉下来 气象署指出 接近台风中心出现约每小时126公里 相当于12级的墙风 镇间最大阵风更可达约每小时162公里 相当于14级风 连在第好几年的餐厅都拿山驼儿眉折 在网络上看到影片的网友也留言 台风帮您免费拆屋 只能改成开放式餐厅了 同时新闻综合报道 好 山途而台风现在还在高雄的上空 不过不但是封城 而且雨还很大 这瑞峰夜市还有办法开吗 我们连线请记者李戴娟来报道 瑞峰夜市你可以看到 原本在这个时间 他们应该是要灯火通明 全部都要亮 要开灯 要营业 可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这边都是暗的 主要就是因为在下午14 山骑风的影响 瞬间这里整个一片狼藉 尤其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羊肉串 它整个摊子是往旁边倾倒 旁边的这个地方 包括了这个冰箱的部分 其实原本是在这个位置 全部都往马路上来靠 还有你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有摊商他们早就知道说 风力会很强 所以他们是两个摊位 把它连在一起 用这个绳子给固定 但是它原本是这样直的 瞬间被吹到是往旁边来移动 刚刚摊商赶紧再来绑紧一次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掌握到了独家的一个瞬间 当时一个风力可以看到 当时的风力之强 有的这一个摊位 它是直接是往前给铺倒 这个地方呢 现在大概预估要两天的时间 才有办法来进行修复 主要是因为还有一些电 它其实现在是没有停电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冰箱里面 他们冰箱里面其实是有放一些食材的 像是在旁边的这个冰箱 就放着一个一个的羊肉串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这个电力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摊商呢 必须要赶快的过来 否则里面的食材就会腐坏 也因此在刚刚呢 这个风力还有雨势稍小的时候 有一些摊位的这个摊商 都已经来做处理 希望能够赶快恢复原本的状况 再把镜头交换给Pone 路边摆放的铁柜前后摇晃 下一秒立刻被强风吹翻 过没多久 另一边的铁柜也被吹飞 整个横空飞越翻了几圈 山土耳台风在高雄吹起狂风 位于三民区的民众家中 佛堂门口的置物铁柜 被整座吹跑 民众起床看到这个景象相当惊吓 仔细看铁柜上早已预先摆放 四个旗杆固定座来加重 还是抵不过强劲锋利 摆放在室外的物品也飞走 还有东西直接被吹到棋楼尾端 铁柜也已经崴曲变形 锋利多强 连成年男性都很吃力 台风来势汹汹 室外的东西全部南逃波及 设置在棋楼的槟榔滩 老板娘不过进去屋内躲风雨 不到30秒的时间 一阵强风吹来 摊车仿佛涨脚 顺时针缓慢转半圈后 就在马路上被吹跑 抽屉中的钱也都来不及拿 三头儿的风势太强 灌进室内 竟然连家都没了 天花板装潢 一条一条全部掉下来 灯座悬挂一半 内部结构裸露 民众看了好傻眼 知乎要没家可住 而有些店家也受损惨重 在地经营20年的牛排馆 屋檐全部塌下 臭油盐机掉在地上 铁制流利台也四散各处 已经完全看不见店内 三头儿台风持续在高雄打转 即便强度逐渐减弱 威力依旧不容小觑 东安秀文综合报道 高雄持续在暴风圈内 现在可以看到除了是有强风之外 也出现了有淹水的一个情形 这边是在这个新华街跟七弦三路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水往下看都是属于这个黄水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淹的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大 三头儿登陆之后大雨下不停 古三区九炉四路也淹水了 民众淋着雨拿着烧把清水沟 防止灾情扩大 这个是淹的 淹的鱼 这个是淹的 淹的淹 邻近的古三路也是灾情严重 随淹半个轮胎升 路面出现黄泥水 穿着鱼衣的妇人大雨中 跑进棋楼求救 这样的雨下 等一下 等一下 风雨大到游 骑士们直接躲进棋楼 不敢往前了 有好几部机车就停在棋楼下 但就怕淹进棋楼 民众不敢掉以轻心 很难心啊 恐怖 太恐怖了 对啊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强烈的排光 镜头转到名层四路 美术馆整个淹水 民众从制高点拍下来 整个附近泡在水里 连马卡道路也一样淹水了 而在中华路跟青海路 淹水造成路过汽车抛锚 驾驶无奈只能下来用推的 一旁看到有公务人员清水沟 之后积水就逐渐消退 而上次出现人墙挡闸门的 高雄左营区桃子原路 道路也淹水了 至高画面一看 部分汽机车泡在水里 有了上次经验 住户早早做好房台准备 一样也在左营区 增值路也淹水了 住户全道大厅房台 车道也堆满沙包应急 淹水灾情不断 高雄凤人路路面积水 市区中正民族路口 也出现积水状况 镜头往南走 中华五路沿路路数倒塌 还有耗置整个被狂风吹倒 汽车走到一半没路走 散拓风大雨大 中华五路淹水 狂风甚至造成小北百货的招牌 被吹倒呈现得逃灾 散拓登陆之后 狂风暴雨多处淹水 高雄临新灾情不断 东森新闻 崔文佩 吴国珍 林承阳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强劲风是嘉宇市 路上一片雾茫茫 看不清远方 纸板垃圾也被吹着跑 行道树跟着强风左右摇摆 看起来就快要倒了 山陀额台风从高雄小港登入 旁边的骑巾首当其冲 也是风雨交加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在高雄的骑巾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就在渡轮站的旁边 这里在海边的这个风荡 海上是相当的大 海上是非常的恶劣 迄今渡船头不只招牌 看板散落一地 台风加上千五大潮 迄今市区道路严重积水 最深还一度淹到小腿肚 在这个风雨持续的状况之下 可以看到现在比较低洼的道路 已经严重的积水了 而且大概是到这个 小腿肚的一个地方 那么也因此可以看到路边 像是这辆车 应该是原本车主要把这个车子 停在人行道比较高处的地方 怕车子泡水 没想到现在是淹的半颗轮胎高 一旁的机车也倒成一排 泡在水里面 更惨的还有这栋大楼 一楼的遮雨棚 也硬生生被强风吹毁 掉落地面 幸好当时没有人经过 才没亮成大祸 迄今风雨从早到晚没有停过 日雨量超过150毫米 更吹起磁式及强风 就传出迄今有地方停电 铁门无法打开 冰店老板的爸爸 还有一名外籍看护 受困在屋里面 家人到场 焦急打电话确认 因为老人家需要带呼吸器供养 赶紧起消防队破门协助 现在状况还好 还可以 山陀尔台风登陆高雄 充沛雨量加上大潮不容小觑 民众没事还是不要出门 待在家里面多加留意小心 高山新闻黄小琪 洪宝青 在高雄采访报道 目前的高雄不仅风抢 而且还下大豪雨 古山区域两个小时就下了 超过百毫米 上回凯米台风淹水的 这个美术馆豪宅区的 这个马卡道路水淹800公尺 目前状况如何呢 我们先连线记者李戴娟 我们现在在高雄的美术馆区 马卡道路可以看到 现在我旁边这整片 都是淹水的一个情况 目前我们走在这里 水大概是水淹到 我的这个膝盖以下 接近小腿肚的一个地方 而你从这边整片的望过去 大概有800公尺 这整条的马卡道路 全部都是淹水的 附近居民说短短的半个小时 这里就淹成了这个样子 而事实上在上个之前的一个台风 台米台风的时候 这里也是同样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到这个旁边 其实今天早上是风比较强 而现在是持续的下雨 风强的情况之下 这一棵大树倒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车子 他们其实都尽可能的 移往到旁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旁边这个高处呢 大概是有超过了100公分 所以要淹到这个100公分以上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边的车子呢 都是往这个高处来移动 而因为有上一次的经验 所以这边的居民 他们其实呢 都知道说 在这个开始下雨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雨势 是有超过了50毫米 每小时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大概知道说 应该要来准备移车了 目前你可以看到在古山区 从下午就开始不断的下雨 也因此在两个小时内 就超过了100毫米 出现了这样子一个淹水的情况 有居民他们刚刚也来特地看 除了在这一段之外 往旁边那一边看 过了这个路口 在过去同样是淹水的一个情形 跟上次凯米台风 所出现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 预估要等到了这个淹雨的情况之下 才有办法慢慢的这个水退去 再把镜头状况给口内 再把镜头 打开 预估要时可以 成功能的